克洛 绰号百计 黑猫海贼团船长 悬赏金为1600万贝林 这是一位前期剧情中登场的小角色 今天我们就来一期人物制 讲述一下这位智商很高 但却喜欢过平静生活的奇葩海贼 路飞出海航行的三年前 克洛在东海展露头角 由于自身实力强大 加上名气越来越高 之后前来抓捕克洛的海军 以及赏金猎人接踵而至 面对这种情况 大部分海贼都会选择欢呼雀跃 因为赏金家人气的飙升 预示着自己在海贼行业领域当中 正逐渐壮大起来 但克洛不一样 他对此很识不爽 虽然他是海贼 但他却喜欢过平静的生活 之后克洛发挥出来了 自己百计的一面 他随即展开计划 开始追寻自己想要的平静生活 遇到海军后 克洛带领着自己的船员 潜入到海军船上 他解决掉了所有海军 却独独留下了蒙卡 蒙卡当时也是一位 正义感爆棚的海军 面对百计克洛 蒙卡并没有屈服于他 之后克洛踩碎了他的下巴 随后蒙卡就被绑了起来 另外他还让自己的船员 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在副船长赞高的催眠术下 换上克洛衣服的船员 自认为自己是克洛本人 而后蒙卡也以为 自己抓到了真正的克洛船长 之后蒙卡将假克洛交给海军后 他成为了海军153支部的少尉 因为赞高的催眠 蒙卡性格大变 而后大海战也再也没有了 百计克洛的传说 因为他已经被处刑了 之后将船长职位交给赞高后 克洛之身一人来到西罗布村 他将自己伪装成为了 一位被他人抛弃的普通船员 因为长相比较文质彬丁 克洛父母相信了他 并且把他留在内府作为管家 三年期间 克洛尽职尽责 他把自己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不仅得到了克洛父母的喜爱 连克洛本人也对他十分信任 村里的人更认为 克洛是一个忠厚老师的大善人 不难看出 克洛的演技确实可以 三年期间 克洛端茶送水扫地拖地 其目的就是为了克洛家的财产 克洛父母去世后 克洛感觉到时机已经成熟 之后按照约定 赞高带领的黑毛海贼团 准备入侵西罗布村 不料这些都被乌索普所发现 之后乌索普将这个消息 告知给了村里的人 由于他本人是放羊的小孩 所以村民们都不信任他 反而说他不如克洛管家忠厚老师 之后乌索普只能借助陆菲的力量 和黑毛海贼团成员相遇后 陆菲等人与之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之后克洛闻讯赶来 看到船员不忠用后 克洛本人十分生气 当他知道是乌索普搞的鬼后 克洛不仅嘲笑了乌索普的父亲 还说红发乡克斯是四流海贼 根本不值一提 要知道当时红发已经成为四皇 克洛本人居然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足以证明 长期待在这个安逸的村庄当中 他已经变成了警警直挖 之后为了尽快解决战斗 克洛换上了自己的武器食刃猫状 看到克洛守护眼睛的时候 是使用掌精将眼睛往上推 而非以手指推动 但高明白 克洛船长的实力并没有减退 三连期间 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战斗方式 随后克洛之身一人与陆菲等人发生战斗 战斗过程中 克洛多次实现无声移动 他的速度非常快 一般情况下 若远是无法追踪到克洛的 克洛最拿手的是勺子 这是一种高速移动的招式 在SPS中 韦田明确表示 那就是发动之后 根本不知道自己攻击了谁 然后海军六世替则 可以完美驾驭自己的行为 相比之下 替的优势更加明显一点 第一次使用勺子的时候 陆菲瞪大了眼睛 黑毛海贼团的成员们 也都瞪大了眼睛 就连不远处的那枚也是一头雾水 因为大家都看不到克洛 克洛本人一直都在进行无差别攻击 他干掉了自己不少不下 而后陆菲本人也被砍了几刀 不难看出 在制定计划一开始之前 克洛就已经下定决心 为了自己的平静生活 他要把知晓自己生还的家伙全部灭掉 当自己的部下挂了一大半 而后陆菲本人也被砍伤后 克洛发挥了自己顺风浪的一面 他感觉自己已经胜券在握 之后准备好好调理一下陆菲 第二次使用勺子的时候 克洛本人已经具备了自我意识 他知道自己攻击的目标是谁 但是与他第一次使用勺子的速度相比 克洛第二次的勺子速度明显下降不少 之后被陆菲抓住后 克洛被陆菲一击投锤瞬间灭掉 他的梦想最终破灭 离开西罗布村后 克洛驾驶着自己的破船继续航行 而后赞高则被他丢弃在了西罗布村 陆菲第一次被悬赏的时候 克洛还露了一面 他本人心事重重 似乎很不开心的样子 之后的剧情中 克洛再也没有出现过 和阿金一样 漫画飞夜也没有交代他后续的情况 不过克洛这种情况倒是可以理解 因为他喜欢平静的生活 所以大海上没有他的传说实属正常 因为他太会隐藏自己了 在SBS中 韦田表示克洛的智商仅次于红发海贼团的本贝克曼 这面说明克洛是一个很聪明的家伙 当然有人可能觉得他其实也不太聪明 要想过平静生活 克洛当海贼的时候 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抢就行了 之后再用赞高催眠猛卡即可 赞高把事情办成功后 他将自己的船员全部解决掉就OK了 之后他可以找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 拿着财宝安详晚年 这样岂不比自己三连低身下起端茶送水更加快活 或许就是因为他本人太聪明了 所以他想体验一下更加有难度的计划 并且他还自所聪明的认为自己的计划会100%成功 遇到主人公路飞后 克洛最终翻了车 作为前妻去行东的一个小boss 克洛在东海当中的实力算是一般般 他的勺子取点太明显了 另外克洛本人的攻击力也有点薄弱 陆飞本人是橡胶人 非常害怕令人攻击 然而克洛的十人猫爪却只能砍猪皮外伤 连个橡胶胳膊都砍不断 可见其攻击力不是一般的低 使用勺子后 他的十人猫爪砍队友的时候空气力高的离谱 基本上一招就能要了队友的命 但砍敌人的时候就立马变成了盾气 砍在敌人身上就跟挠痒痒似的 可见勺子是一个非常坑害队友的技能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 我们下期再见